劳工节结束 通常意味总统大选开始最后冲刺 民调显示 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的 民调支持率非常接近 川普在CNN最新民调中迎头赶上 反超希拉蕊·克林顿两个百分点 两党候选人马不停蹄进行肇事活动 并将在9月26号进行第一场辩论 2016年总统大选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蕊·克林顿 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之间的竞争 日趋白热化 最新的CNN民调显示 希拉蕊·克林顿与川普的支持率不相上下 根据9月1号至4号的电话民调显示 可能投票的选民中 川普以45%的支持率领先希拉蕊·克林顿的43% 这对于近期一直落后克林顿的川普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几周前川普还落后于克林顿超过7个百分点 而竞选团队改组之后 川普民调支持率奋起直追 希拉蕊今天在必争之地 佛罗里达州的竞选活动上开玩笑地表示 即使经历昨天的咳嗽风波 他也不能够听从医生的建议 川普今天在维基尼亚州的竞选活动中 继续攻击克林顿 民调还显示多数选民对于川普和克林顿 都有很多负面看法 距离11月总统大选还有两个多月 两党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将持续升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